红楼梦第27回 最后说说黛玉葬花 自从黛玉在怡红院吃了闭门羹 心里就一直生闷气 见到宝玉也不理也不说话 躲着她不和她碰面 宝玉呢 搞不懂黛玉为什么对她冷冷的 说这天是盲中节 百花凋谢要送花神 我们说黛玉对这些花草的最是敏感 大自然的生命变化 春夏秋冬的流转 反映到黛玉的内心世界 就是生命的无常 黛玉病热的身体 最使她感到生命的转瞬即逝 而落花就是这种短暂的异象代表 黛玉来到她的藏花种处 一边哭一边念她的藏花词 这首词有点长 我简重点的说 词开头说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霄香段有谁怜 花谢了 花飞了 美丽的生命消失了 有谁怜惜呢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双剑言相逼 一年三百六十天 花都要经受风吹双打 可是花怎么对抗得了风刀双剑的现实 然而花即使凋落 也要保持花的捷径 天尽头 何处有香秋 未若井囊收艳骨 一泼净土 眼风流 至本节来 环境去 强如乌闹 献渠沟 二斤死去 浓收藏 未补浓生 何日丧 在天的尽头 有没有埋葬花的地方 要是没有 不如拿个香囊 把花的尸骨收起来 然后用一头干净的泥土掩埋 花刚来的时候 是干净的 去的时候 也要干净的去 不要让它掉进 肮脏的瘤泥当中 今天你凋谢了 由我给你收拾埋葬 不知道哪一天 我也和你一样死去 饭花词最后一段 才是待遇内心哀伤的流露 明经饭花 人笑痴 他年藏浓 知是谁 试看春藏 花见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静 红颜老 花落人亡 两不知 今天 人都笑我藏花吃傻 以后 埋葬我的 又会是谁 春花残落的时候 未必 不是红颜消失 死去的时候 花和人一样 花在凋谢 人也在凋谢 不思认 她不吻 我朋友 我送你